大家知道很多年輕的朋友樂團不斷的來報名 他們其實都要花很多時間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非常高興他們每次來參與 而且因為我們的舞台非常簡陋 聽說這個舞台是台灣最簡陋的舞台 可是充滿了真心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 因為現在樂團已經排到六七月了 因為聽說他們還不停建 所以我們只要繼續搞下去 那特別棒的是說 其實一開始不管是導演們 很多人每天都在忙 可是我們都覺得說 當年在309那天晚上 大家決定要繼續做下去 就會繼續做下去 其實很多朋友每個禮拜都來支持 有很多朋友也都來拍 比如說從南部上來的羅星街導演 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每個禮拜幾乎都從南部上來 還有宜蘭的一些朋友 也都把拍我們的東西在宜蘭的人民的電子網裡面 每天在傳播 那五六運動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這是一個公民的運動 你在這邊聽音樂 不用錢 我們也不募管 你要到音樂廳 是要花錢的很貴喔 在這邊你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 也許我們每次的換台都很慢 可是我們就像手工業一樣 因為所有的志工 所有的導演大家都沒領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共同的想法 就是為了下一代 我們一定要挺見合適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拍下來 傳給你的朋友 你可以告訴你的同學 所以我們有一個滾雪球的運動 現在每一次都有 六十個五十個人會參加 我們的滾雪球運動 所以我們會有志工在裡面 如果你覺得這個活動 這個想法你支持的話 請你可以留下你的姓名 你的email 然後你的facebook可以傳上 你做一個宣傳者 可以去把這個活動宣傳 因為等他公投過的話 就是我們決定決戰的時候的 那個時候我們非常需要你的力量 只要你用一份力量 不管是你任何的政治立場 不管是你在哪裡 你都可以變成我們的一員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我們不希望讓核電廠 在台灣再有了 那希望你能夠真的想這件事情 其實最恐怖的是水 因為水可以穿石頭 所以慢慢滴 慢慢滴 慢慢滴 滴久了 有一天就會滴破了 你我都是共同的力量 所以我特別跟大家講 請參加我們的滾雪球 另外你如果想當志工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的工作人員報名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的工作 大家一起來弄 因為我們的志工必須 如果這個禮拜誰沒空 馬上就有替補 那今天才可以到11級 那我希望各位朋友 你想一下 你可以做什麼 一點點就好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力量推出去 那今天公民 我們後面有個公民論壇的時間 今天公民論壇的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你多報名來上來 因為這個舞台其實很輕鬆的 誰都可以上來 因為我們有一天有一個高中生 上來說他很怕 我們說你不要怕 你來練習講話 後來就講得非常棒 因為如果舞台見得很大的話 那很恐怖的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要開始面對一些 我們一些恐懼的東西 我們可以表達 我們做一個公民 應該表達的 所以這個舞台是大家的 只是特別跟大家講 那今天來了一些導演 那我特別介紹幾個導演 一起在支持的 我們現在歡迎代曆仁導演 他今天是電工 當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都撐著 來 路人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不太會講話 然後只說一點個人小小的期許 我希望就是我們的 反核四五六運動 未來呢 就是還要靠大家擴散 其實到這邊來 不一定焦點是在這個舞台 其實在每個禮拜五 禮拜五的這個 這個六點開始 有禮拜五晚上 各位可以告訴你的朋友 可以到自由廣場這邊來 不一定要站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那邊做其他事情 你可以約會 你可以談戀愛 你可以練習體操 練習武功 練習跳舞 都可以 其實只要出現在這個廣場上 那就代表了一種態度 代表了一種 心裡面想要的一種影像 這樣子 希望我們這個自由廣場 希望我們反核四五個運動 能夠越做越大 就要能夠靠大家的擴散 每個禮拜 花一個晚上的時間 一個小週末晚上的時間 到這個地方來 展現你自己的公民意志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完蛋了 我簽他錢了 因為 代表每次都說 不要叫我講話 然後他上來講 就說 下個禮拜五 我們同一個時間見 那我剛剛跟他講說 你超過五句的話 我給你一千塊 哇 他好爛喔 OK好 算你的 算我的 OK 那下面有一個台灣很重要的編劇 也是白色巨塔的編劇 吳洛英小姐 他帶來了女兒 可愛的女兒 一起上來 大家好我是吳洛英 這是我的女兒 她叫 天然 對她叫天然 就是天然氣的那個天然 我有一個月沒有來囉 然後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當我 可以想盡辦法來的時候 大家還是在這裡 我們還是在這裡 那 我常常遇到朋友問我說 你們在自由廣場 到底要弄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說 就一直弄下去啊 弄到 和事停見那一天 然後他們就會停住 就會用一種 看著 傻傻的表情 看著我這樣 那我最近為了要對付這件事情呢 我就告訴他們說 你知道嗎 我已經三個月沒有抽菸了 然後他們就說 蛤 這樣你怎麼寫劇本 我就說 那就像是沒有 核四就沒有電一樣啊 於是我們就會開始進行 關於核四跟核電場 跟用電之間的討論 那我要講的事情 為什麼我沒有抽菸呢 因為 從開始 反核這件事情 開始讓我覺得 我其實蠻怕死的 然後接著我發現 承認自己怕死這件事情 是需要勇氣 那我們都承認我們怕死 而且這個怕死的 會讓我們更珍惜我們的生命 跟我們的環境 所以 希望大家 尤其是星期天 我覺得接下來的公投的二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在公投的時候 一定可以過關 但是能夠標公投是最好的 所以 星期天下午 請大家務必務必找你的朋友 一起來 星期天沒有什麼藉口 所以星期天可以找大家一起來 我們去立法院 表達我們的態度 以及呢 我想要發起一件事情 就是 萬一不幸公投過的話呢 請大家來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來寫 反核四的小紙條 因為既然我們的總統都需要人家提醒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提醒我們的朋友 在你去投公投票的時候 你到底應該怎麼投才是正確的 我們就寫一張小紙條跟我們的朋友 每一個人寫十張 就會有十張正確的票 出現在我們的核四公投的結果 謝謝大家